HELLO 大家好 今天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來抽一下這個聖誕節的復刻轉蛋 那這個也是昨天有去拍影片講過的 因為他這個怪物坦住復刻2021年 主要就是去針對著天魔來去做一個私人角色的作曲 然後我目前 因為去年這個時間點 我就那個推坑了這個怪物坦住 所以我基本上我是一隻都沒有 或者很少 那特別針對到這個馬爾大Alpha 或者就是尤盾Alpha的話 其實那個數量真的不多 所以那個從今年8月那個推出天魔開始的話 其實有好幾關對我來說都是有去針對到那個藍度 就是沒有那個缺角 對 所以那個就是會缺角 對 就是會缺角 所以那個就趁著這一次復刻的機會 就想去看看能不能補到什麼那個戰鬥力 那這一次的寶珠的部分就準備的很少 因為那個前面吧 有的寶珠前面都抽完 所以那個就幾乎就只能說拼拼運氣 碰碰運氣 對 那我這個本帳的部分就準備了一個10連抽 那這邊的話 67顆寶珠 因為我所有賬號的話 這一次的話就大約會抽個60抽左右吧 60抽再加一顆寶底 因為那個連我其他賬號都握印下去的話 我基本上這個跨年的新春限定角色 我就不用去抽了 所以就碰碰運氣吧 好吧 這邊第一個10連抽 我的本帳的部分 話說 雖然是第一個 但是也是最後一個 能給我一點好東西 有特效 第一個10連抽 也是我本帳的最後一個10連抽 能給我一個好東西嗎 馬爾大奧法 尤盾奧法 有 我就畢業了 尤盾奧法 太棒了 決戰 真的要決戰 還有多一隻嗎 我很貪心 這個馬爾大奧法 唉沒有 尤盾奧法 那這個第一隻 那尤盾奧法就是拿來去針對著天魔的第四關 來去做一個私人角色的 那目前來看的話 那這邊的話 其實我馬爾大奧法也是 馬爾大奧法的任務就交給其他賬號吧 好吧 那這邊的話就稍等一下 切到第二隻賬號 那這邊的話來到第二隻賬號的部分 那我第二隻賬號就會有20抽 然後再加一顆保底 但是 只不過我就應該會抽一個10抽而已啦 我自己也沒這麼拼啦 我自己也沒這麼拼啦 那我這個馬爾大奧法的話 如果那個 能抽到一隻的話 我就應該會提前收手吧 馬爾大奧法 能提前抽到一隻的話 我就應該會收手 因為那個 畢竟我那個保住的數量 真的沒這麼多 快完蛋了 快完蛋了 然後這邊 不要爆死了 欸 有停下來 馬爾大奧法 有多奧法 也還好 目前 連同我弟的賬號啦 好像就有第三隻 然後那個數量上面的話也是蠻足夠的 對 三隻的話其實就已經那個天末式吧 那就應該可以去做得到一個死人角色 來吧 這邊保底 馬爾大 沒特效 沒特效 那就有點懸念呢 那就有點懸念 馬爾大 直接畢業可以嗎 天叢雲 這個是一個蠻久以前的普角 這個是一個蠻久以前的普角 結果看起來的話還是逼不了業 然後這邊的話就只能那個 賭賭看 賭賭看我這個第三隻賬號吧 然後接下來的話 接下來的話 這邊就會那個 會來到這個第三隻賬號 第三隻賬號的話 我就先抽一下我弟的賬號吧 這邊 好 OK 那這邊的話會來到第三隻賬號 我弟的賬號 其實他的2021年 就是會有去 其實也缺馬爾大奧法啦 其實目前的狀況吧 就缺馬爾大奧法 所以那個 論這個考慮的話 我覺得可能一個十年抽吧 一個十年抽吧 我弟的賬號 因為 我們現在是那個 因為他 我弟的賬號兩隻都有 應該這樣說好 先講回去前面 就是 我去年推坑的時候 我弟還有在玩 所以他就有去抽到這個 怪物攤柱2021年 這個也是我去挑戰天魔 會有一隻 油盾α的原因 嗯 爆死 嗯 那這邊 這邊好像 這邊好像要收手 這邊好像要收手 因為那個 已經有兩隻 已經有兩隻 好吧 那 真的要收手 好吧 那這邊 這邊的話 來到最後一隻賬號 那最後一隻賬號的部分 那這個就真的也是一隻都沒 對這個也 這個野獸是真的一隻都沒 然後 馬爾大奧法其實也是想要一隻啦 因為那個 雖說在這個詞 要補的就是油盾α 但是那個 考慮到那個 後續的一些天魔 比較穩定的攻略的話 那馬爾大奧法也是一個 比較 比較那個 所需要的戰鬥力 對 然後馬爾大奧法 因為這一次的目標還是 尤盾α 馬爾大奧法還是想說 拚拚看 好吧 那這邊的話 就一個十年抽 只不過好像 好像就只能這樣 好吧 那這邊的話 也就 這邊的話 其實 這邊的話 其實也不拚了 對啊 因為真的到年底 真的到年底 然後 這一次 他這個轉蛋的部分 我去針對著這個2021年吧 那就有去補到這個尤盾 那我基本上吧 尤盾 對我來說 是一定要補得到的角色 然後這個馬爾大奧法 有就最好 沒有的話 就 雖說有點落差 但是還可以 然後 其他的角色 或者作型的部分的話 那還是跟我之前影片講的一樣 就是 不用去抽 不用去抽 因為那個 都 連底了 還在這邊浪費寶珠 就真的超虧的 所以這個 怪物坦就2021年吧 那如果就是像我一樣 就是有去針對到這個天魔 來去做一個挑戰的話 那 也可以 真的可以去抽抽 小抽 就跟我一樣 就跟我一樣 就是抽個十年抽 二十抽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了 好吧 那影片的部分 就到這邊差不多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那可以幫我按讚 跟按個訂閱 好吧 那就到這邊囉 掰掰 掰掰